近年来近百个国家连续在人权理事会发出正义的声音 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少数西方国家借所谓人权问题抹黑攻击中国的图谋一再破产 这清楚表明了国际人心向背 少数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 借人权问题公然干涉别国内政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此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事实上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自身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 包括枪支暴力侵犯生命权 抗议不利侵犯健康权 贩孕人口从事强迫劳动侵犯劳工权 骨肉分离政策侵犯移民人权 系统性种族歧视侵犯亚裔非裔穆斯林等少数群体人权 延续至今的种族灭绝政策侵犯土著人人权 海外军事行动和非法单边制裁侵犯他国人权等等 我们奉劝这些国家不要再以人权教师爷自居 不要再搞双重标准 政治操弄 把该还的血债还上 把该补的功课补上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无论少数西方国家如何表演 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发展进步的坚定步伐 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 无论 luga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